農曆 農曆四月初八除了是佛誕之外 仍是漁航醉龍節 它是由先漁航總會主辦的 漁航醉龍節之 醉龍省絲大巡遊 他們會在議事亭前地出發 再深入各區 舞者一邊舞龍一邊飲酒 他們的舞步似醉非醉 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吸引了不少遊客特意來看 除了沒有醉龍之外 吃龍船頭飯也是不少居民 每年的指定動作 其實坊間相傳 吃個龍船頭飯可以保身體健康 所以每年都有大批居民排隊輪候 哇 精彩的城市一項接一項 由路環信義福利會主辦 市政處協辦的光輝路環四月八 活動今年已經踏入第六十年 而今次參與巡遊的表演隊伍 有四十多代 小朋友舞蹈敏捷 步伐凌厲 而優師隊伍又不失功 哇 這個小豬造型天真可愛 還有袍國的土風舞 排排舞 而激鼓表演還帶領全場氣氛 最後還有單車的花式表演 令到沿途的觀眾目不下級 我是姓潘 然後我們來自上海的 對 我們是在公交車上 然後當地的居民告訴我們是 今天剛好有廟會 所以趕巧了 感覺非常的熱鬧 而且有好多的表演的隊伍 非常的就是很好看 這是第一次看到 會 如果大家如果時間湊巧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看一看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裡住 原居民來的 我們在這裡出生的 是啊 這個是路環最開心的日子 大日子來的 是啊 幾十年都是 很重視這個 很多朋友啊 外地移民了的 都回來慶祝的 就是今天母親節 帶著孫仔來一起逛逛 高興一下 看完這麼豐富的表演 晚上還會舉行盆賽宴 可以給一眾路環的街坊 寬度節日